说宋言 那么这一会的全讲是叶超王 以前长行讲完了 以下讲祭宋 凡是在法会当中 任何法会当中 不论咱们在任何经卷 或者文书司令 或者普贤菩萨 在他说法 说祭宋的时候 都加一个有个成佛威力 一者呢 我所说的话 所说的法 乃至于赞叹佛的祭宋 是成佛威力而说的 含义是 说我不是我自己的意见 说佛加死我的 我产生的这种 这个智慧 就是赞叹佛的加死力 推崇佛的加死力 那么一般的说话 可能这种很少 可能这种很少 你在哪个佛学院 说哪个主讲的老法师 说我成了法师 教授我的 我入宿说的 我入宿说的 这有两种好处 一者尊私 众道 另一种呢 就是我这个说话 所说的法 有所本的 不是我自己创造的 也不是我我见 含着这种意思 说你看 每个夜叉王 每个九般叉王 每个那个以后的菩萨 都入宿 都加一个成佛威力 就这个含义 那么这个 多文大夜叉王啊 他说是 把这一切夜叉纵坏 他这举的是十个 有的是十一个 他说 我代表他们 普官呢 就看看一些这个 与会的这个夜叉大众 但是这都是王啊 而说宋言 说宋言 宋言嘛 就是以下 说赞叹佛的功德 赞叹佛的功德之后 就说这个夜叉王 他是正得这一法门的 就是他所得到的 让他另一个夜叉王 那他所得到的 一个夜叉王 一个祭宋 祭宋呢 是试句 试句 试句成为一个记者 宋呢 宋是奉的佛功德 我所得到这个法门 我所得到这个法门 得到这个谢托 是因佛说法 因佛的教授 我才得到的 宋言佛的功德 那么就是四句 就是一句 众生罪恼深可报 于百千界不见佛 飘了生死受众苦 为将四等佛行善 因为救度这一个 这这一切众生的苦难 佛才现于世间 现于世间 先说是因佛的教授 而这些受苦难的众生 才能脱离苦海 罪恼深可不 我们也应该入社体患 体悔罪恼深深 是非常恐怖的 那你就别造恼了 往往有一个寄宋 是赞叹佛的 就是佛对于可不的重伤 他的罪恼 佛要救把他 才现世间的 但是罪恼深重的重伤 他又不能见佛 见了佛的时候 能见佛的 就把表示他的罪恼深重 可以消失了 文法呀 修道啊 文法很不容易的 这是见佛文法不容易 说佛涅槃了 在末法时候 我们见不到佛了 那佛所依律于教授的法 还存在 我们依着教授的法 文法 文法入见佛 看见佛的经 入对佛 入见佛一样的 那因为经上所说的话 就是佛说的 我们见到经 能遵照经上所说的教授 我们却自己依旧 我们却自己依旧奉行 也能得多 但是罪恼深重了 见不到了 经常的造业 听不到佛所的教授法了 如果魅文法 就不能得多 在这个生死漂流 生死漂流 生死海漂流 而受很多苦难 苦难 那不晓得什么 什么因缘 纵下善根 等着佛出世 这个佛形式 不是一佛两佛了 也不是指着释迦摩尼 或者指着米勒 或者指着阿弥陀佛 是普遍说的 普遍说的 佛形式很难遇 遇佛出世 很难 文法悟道 更难 如果在佛的末法的时期 你能遇着佛法 应当庆幸 应当庆幸 叶查王啊 是鬼啊 叶查鬼啊 这么大家都知道 他是害人的 这害人的鬼都能修成道 何况我们人 具处善根的人呢 人当 那你修 修道 文法 不是更容易了吗 更容易了吗 这些大菩萨继位 继到这个夜场 继位到夜场道 都纵上 并不是一切夜场 都能遇到这个 多文大夜场王 也像刚才似的 闻到多文夜场王得度的 很少啊 这个例子怎么说呢 现在我们大家都在文殊菩萨的道场 五胎三 文殊菩萨就在这 天天的教化 教化这个南岩府提的 一切纵上 咱们想到吗 有这个观想力吗 你思想想到 文殊菩萨在这个道场里 跟你说法 你到这个道场来了 在五胎三状 听到文殊菩萨跟你说法了吗 我问你朝戴罗典 朝佛母道 朝五个台 你有什么感想 你有什么希望 你那个贪嗔痴 卖疑 身边借尽邪 这十种烦恼 消失了好多 这样 听到这个一切的 佛所教授的法 这一段本来是多文殊菩萨王 赞叹佛的 赞叹佛能够在这个 罪恼甚深可不 来利益众生 使众生啊 不再在生死苦海里漂流了 不再受苦了 那咱们就回想咱们的 现实的情况 咱们的现实情况呢 就在文殊菩萨 化导教育之下 比那个 多文大业 是王教授 也差的 但殊胜的多了 我们是在人道当中啊 不是在夜叉道啊 要这样的联想 这样去惯想 这个记怎么讲多一点啊 下头那九个记子啊 就不要这么多说了 就是这样的 这个可以为首 披萨们夜叉王 得以无便方便救护 那众生血头们 下头这个记送 这赞他啊 如来救护 住世间 西线一切众生前 西比威头转 西比威头转转苦 入世法门 阴王若 这是自在阴夜叉王 自在阴夜叉王 他得到的是 普观察 一些众生的方便 救护 方便救护 方便吗 就是 诸佛国佐立生的善巧方便了 应一核心斗斗者 就给他说什么法 众生的那夜 为业葬 为仲葬 佛祀庙里令开节 批明灯造势间 此法严障能关键 这个是严辞业障谢特王 他得到的 至于一世众生 哪一类众生呢 乐业很重 善业很少 让这一类众生能够文法得谢特 众生的 那的业障 那的习气 贪心啊 沉心啊 贪心沉心重 就因为他没得智慧 没得智慧就用欲词 欲词就是无名 所以账很重 那佛呢 给他显示 怎么样断账 怎么样得智慧 开解的意思啊 就令他得智慧 说你在黑难当中 下灯的光明 下灯的光明 来照 这个灯的光明就形成佛的智慧 佛说的法 就是光明业 令你闻到这个法了 在黑难当中 得到光明的救护了 那么这个言辞气障的夜朝王 他证得了 证得佛的这一部分法门 佛系结合爱修筑性 成战时放一切佛 故有高原大明文 此字会忘之所了 这一切呢 是大智慧夜朝王 他得到成样一些圣功德 和一些同门 圣功德 就是赞参佛的功德 赞参佛的功德 赞参佛的功德 那些众生啊 学习佛的功德 先得要信仰 信仰经过学习 学习经过仿学的耳作 就是行 行完了 也能证得 但是智慧夜朝王 只能证得这么一个法门 他所了得的 大智慧夜朝王 他所了得什么呢 他说佛在无量节 修显 修显 为了什么呢 为了利益纵盛 在他自己修显成就了 佛佛道同 佛佛都承战佛 这个要看到普贤横月品呢 你才知道 佛也赞成佛的功德 例如 释迦摩尼佛 说阿弥陀经 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 说要死流利经 赞叹要死流利光无来的功德 阿弥陀佛要在极乐世界 一定要赞叹释迦摩尼佛的 在说佛世界化纵上的功德 佛跟佛是这样的 菩萨跟佛跟菩萨也是这样的 你读地藏经 就看到文殊佛先观音 都赞叹地藏佛的功德 请佛说地藏佛的功德 如果你看 波尔经的时候 那些个诸大菩萨 都赞叹 都赞叹文殊斯利弗的功德 他是互相赞叹 让众生文法欢喜 生起新药性 佛入世 佛的弟子 四众弟子 不是专指出家人说的 在家二众都在内 应当互相赞扬 不像互相催猫求策 找别人的过患 这是破坏三报的 生战胜佛法心 佛战佛 什么目的呢 也是佛法心啊 佛教了他的弟子 说阿弥陀经的时候 佛是跟舍利弗说的 舍利弗是断了 建丝祸了 没得烦恼了 但是 释迦牟尼佛 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 让众生 生起 生极乐世界 念阿弥陀佛 那么现实当中啊 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弟子当中 应该学佛这样的功德 学菩萨这样功德 往往的 对别人的 批评意见非常多 吹猫求策 没错的 找些个错 那有错就更不消说了 这不是学佛的 这个毛病啊 现在在这末法时代 特别严重 咱们看祝佛不是这样子 不是吹捧自己啊 压低别人啊 排高自己啊 咱们看一个道场 每个道场 看看他这个道场的 住的四中弟子 就知道这个道场的 他的主持人 说表现的如何了 不表现自己 要赞叹别人 这样 减少你很多的错误 减少你很多的过患 所以啊 佛应当学佛 佛都赞叹佛 咱们应当呢 赞叹一切的 换句话 再普遍一些 赞叹一切 乃至他一善 都赞叹这个众生 这样子就说 这是鼓励的意思啊 这是鼓励他的意思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什么佛法呀 能够更加振兴 更加振兴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承战一些佛 他在往昔劫 他怎么样修行的 怎样利益众生的 这是要有智慧的 有智慧的 大智慧叶产王 他诚承扬赞叹一切 圣公德海 智慧入空 无有边 法身广大不思议 事故十方皆出现 眼目于此能观察 叶阳主叶产王 得普关一切众生 大卑至邂途门 这个祭宋呢 赞叹佛的法身 是从理上来赞叹 智慧 智慧像空一样的 没有边际的了 空有什么界限的 没边际的 谁的智慧这样子 是说佛的了 佛的智慧是这样子 佛的证得了 他的法身 法身 法身所具足的智慧 所以说广大不可思议 智慧在四方 都能够普及显现 还不用说是 这个佛的光辉了 是太阳 太阳 他也入世啊 他造这个 造这个地球 他是没分别的了 他是普造的了 佛的智慧也入世了 这样形容着 普度一切众生 不要分别众生的 丑呢 不要分别众生的贤欲 只要他跟我能有缘呢 有缘就跟他有接触的因缘了 那么尽一切力量帮助他 帮助这个众生啊 泄土 这就是普遍的大悲 普遍的大悲 所以他能够在十方都能现身 那这个燕慧天王 夜叉王 他对这个能观察 能观察 一切许中 颜妙音 说法里 以助群生 其生所及 众苦灭 如此方便 金刚眼 金刚眼夜叉王 他悟得的 正得的 就是六道轮回当中 一切取宗啊 咱们着重的是六道 苦难的当中 夜叉是鬼道 而这些的夜叉王 都是在鬼道行 菩萨道的 咱们呢 怕鬼 而且这些菩萨呢 专门是些度鬼 夜叉呢 是害人的鬼 是鬼道里最弄的 害人的鬼 害一切众生的 那菩萨行菩萨道 专门度这类众生 而且 不止在这个鬼道 能够在一切道中 但是我们说的 这个夜叉王 他主要是在这个 鬼曲当中 说妙法 妙法就是 能够让他得物 能够让他离苦 能够让他得乐 说法的法 没有高下的 只要他能得到文法泄脱了 就好了 法要对机 他能领悟了 领悟了明白了 明白不造业了 那这法的 法的力量效果就升起了 这个方便 是金刚眼夜叉王 夜叉 他得到的 他得到的 一切 一切甚深广大义 如来一句能言说 如是教理等四间 如见荣见慧望之所悟 一法 都是含着很多道理 无量法 那含着道理更多了 法的呀 甚深的广大的一理 说法是四 言所必有所权 权什么呢 权的是一理 什么一理呢 这离苦得乐 是佛在一句话说 一句话 含长的演着 甚深广大义 那看众生 随他的自怀 能理解好多 就能理解好多 理解深了 理解深了 他悟得的深 正得的深 理解深了 他能得到离苦得乐 离什么苦呢 二死 一个分断生死 一个变异生死 对我们来说吧 现在分断生死的苦 我们是严重存在的 变异的生死苦 我们还不知道呢 就像我们都是 心里想 那些恶罗汉 他是断了分断生死苦了 他这变异生死苦 他没有正得法性 他还不纠建 所以那个苦他还存在 现在能够使他 二死荣亡 以如来的教义 教义里头 所指示道理 能够成就与佛的 无二无别的 这种才叫 申广义 申广义 那这个法门呢 荣建贝月查王 他能入世说了 他能入世说 他也入世正得了 一切众生 诸邪道 佛是正道不思业 菩萨世间成法器 此容敌君能误解 容敌君 叶查王 他得到什么了呢 得到一个守护众生 令他诸正道 他得到正道 这么个泄众们 那现在众生 是不是尝试住的正道呢 一些众生 连道还不知道呢 他怎么能够尝住正道呢 必须得这菩萨 四线 教化 把佛的教导 弘扬 传授给这些众生 能得到的众生 他能够住之正法 什么叫正道 什么叫邪道 这不是思想 所能想的道的呀 也不像议论 也不像议论 能议得到的呀 咱们对于俄罗汉 断了 断了 那是诸正道的 但是以佛的 甚深的教理来说 就是以华安静教理说 他还没得到正道 真正的正道 真正的正道是什么呢 佛所正的果德 究竟的正道 如果大家读过 维墨剧经啊 看看那个 维墨剧经 怎么批评 阿罗汉的 说你所证那个 不究竟的了 不要得草为主了 就是甚深广大意 如果一些众生 就像我们最初开始讲的 我们讲起训论 也如是讲的 如果心 你不发菩提心 以菩提心 而走的道路 那就叫正道 一定证得菩提果 如果你的心啊 离开了菩提 就不是正道了 必须相信自己的心 跟佛无二无别的 这个信呢 是信正道 正 信完了理解 理解要经过很长的过程 就是拐一个信 就要一万劫 信完了行 这个行 信跟行中间还有个解物啊 解物就是 先把佛所的教授 明白了 就像我们上哪个地方去 你到太原 你现在买个太原地图 哪个该道 哪个该道你得熟悉 你不愿走错路了 你会钻很大的弯子 那个解就是这个含义 经连呢 也就是这个 这个含义 说我们学很多经 因为那个路啊 千差万别 我们从中找条正路 正路什么 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你先得知道 你要去的地方 我们要求佛道 求佛道 你必须得学 学什么就理解了 你信了 信了自己的心 跟佛无二无别 但怎么走啊 知道了无二无别 又怎么能达到 谁叫解 解就是辨别 就是正知正见 辨别什么是正道 什么是邪道 我们现在对这个呀 这个解的时候 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还辨别不清楚啊 什么不清楚 让一些众生都住的正道 就是让一些众生 都以菩提道成道佛国 这就是佛所事的正道 这是不思议的 不思议的 那菩萨一切世间的 都能成到法器 法器 一个器皿呢 瘫痪罐罐的呀 瘫瘫装装的呀 那叫器皿呢 那器皿是成这世间的 装药品的药品罐 装什么都有什么的罐 这有什么的器皿 咱们要成正道的器皿 叫知之成佛的正道 除此之外都是邪道 那你得是这个成佛的法器 成佛的法器 那把一切众物住在邪道的众生 把佛的教授 启示他们 让他得 开解 赐给他 赐献给他 让他悟德 往来让他正德 这法活经的开示误入 这都是正道 这种 这一大法呢 是这 龙见敌军 叶长王 他能误解的 所谓守护 他能够护死佛所教授 乃至护法 守护一些众生 将他斗助正道 他得到这么个血统 四见所有祝福业 一切皆有佛光照 佛之慧海 难测量 若是父财之血脱 这四句嘛 是父财业产王 他得到的 增长一些众生的福德和智慧 令众生得到快乐 他正得这么一个血统门 那他说 四线的教化众生 在世间上 说一切的福业 直到这里的福业 都从佛光照 就是 以着佛的慈悲教授 你能得到福 这个福是什么呢 不是世间的贫富贵贱贱 穷通受邀 不是这个福 这个是福 具足佛的福慧 这个福是利于众生的佛 因为佛的智慧 像海一样的那么深 海一样那么的广 佛能有这种 慈悲的力量 佛的光的光照 就是佛的慈悲力 慈光舍受 一照 照你 能得到佛光照的 所以那福都无量了 福怎么来的呢 靠你的修 我们一般的都说 人家困难了 私设人家财物了 解释困难了 积累这个不实的福 这个福都不大的 不大的 还是有限的 怎么最大呢 说法 把佛所教授的方法 说给一些众生听 让他集聚 文法的 这样系统 就是这样说 布施吧 施舍财物吧 施舍财物 不是施舍法 施舍法呢 叫法布施 法布施的功德 法布施的福 最大了 你给一个人 他的困苦 没法生活 你给他一万块钱 或者给他十万块钱 这个福也不小了吧 不如给他说句佛法 让他能信入佛法 这是真正的祭贫的方法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帅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立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一百零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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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樹林的這個西北方 就在樹林很有名的一座大同山 那麼海明寺所座落的這座山 叫千峽山 所以我們也常說千峽山海明寺 因為在海明寺一早可以看到 日出東方常常會看到 在光照當中呈現出千道的這個彩霞 所以名為叫千峽山海明寺 那海明寺的一個創立的因緣 是在民國四十九年 這是跟一尊觀世音菩薩的聖像有關 那麼在民國四十九年 當時台北市的市長黃啟銳市長 黃市長他也在市府的倉庫裡面 有一尊觀音菩薩的聖像 他是一個青銅座的一個觀音聖像 那因為黃市長他希望為這座觀音像 尋找一個去處 所以也因為這個因緣呢 黃市長呢 聯繫到了這個物名長老 後來呢 這尊觀音像呢 就被請到了這個物名長老所住持的這個大別院 那也就在這個時候呢 在海明寺的縣址 這個周虹城老居士呢 他年紀也很大了 他也希望說 將他很心愛的別墅捐出來 就在這個時候呢 他們透過這個輝葉 老法制的一個因緣呢 他們介紹了這個物名長老 給周虹城老居士 那周虹居士呢 他看到了我們長老呢 他就滿心歡喜 在民國49年呢就捐了 目前我們在海明寺這個圓童寶殿 所坐落的這座山頭呢 捐出來 那就是來離請呢 物名長老 來這邊開山建市 這是海明寺呢 建市的因緣 海明寺最早的這個大殿 就是這個圓童寶殿 寶殿呢 它原來是一個 就是一個磚頭 有三個拱門 三個弧形 這個就是 那個周虹城老居士 捐贈出來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一個形狀 包括兩邊的這個廂房呢 也是都是如此 我們經過六十年了 我們一直還是保持這樣的原貌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這個圓童寶殿 在圓童寶殿 我們上面看到一塊匾額呢 這個匾額上面寫著海明寺 就中華民國49年 是由劉啟光先生所捐獻的 請張道發先生來提這個字 我們現在一起來進入這個圓童寶殿 我們在圓童寶殿所供奉的 這個觀音菩薩這個聖像 他是同職做的觀音聖像 這個聖像呢 他是在昭和二年十二月 也就是公元呢 一九二十七年民國十六年的時候 是三口玄洞 跟他的夫人正子 他們來發心 來捐贈這個觀音菩薩的一個聖像 鑄造的地方是在京都 士丁 鑄造者就是高橋才智郎 他所鑄造的 所以這個聖像到現在已經有 九十四年的歷史了 九十四年的歷史 那麼也是非常的莊嚴 非常特別 那我們這一尊觀音菩薩像呢 奉請到海明寺來供奉之後呢 我們稍微做一個整修 一直到一百零七年的時候呢 我們特別在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整修 那麼這個整修呢 我們也特別請京都的這個 做這個貼補的師父呢 請他們住在海明寺 花了一段時間呢 重新再把它這個貼金箔 包括這個佛刊啊 等等也都是從京都那邊再做過來了 所以等於是重新再做一個 大大的一個整修 才有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貌 可以說是非常的一個莊嚴 周圍牆壁等等 包括共桌都是檜木 那在這個天花板上呢 我們就以觀世音菩薩 牽手牽眼所手持的這個法務為主 配合我們西方極樂世界的 種種的一個文物來呈現 這也是我們這個園弄寶殿 很特別的地方 總之呢整個寶殿 呈現出觀世音菩薩 它是過去正法名物 來獻停觀世音菩薩 那它為了救助眾生 然後它所呈現的種種的一個 慈悲跟智慧 展現在我們諸位的眼前 眾生能看到觀世音菩薩的法相 能夠心生法喜 自然產生了一種禮靜 同時也能夠 更來笑血觀世音菩薩 這個大慈大悲的一個精神 我們開山 務工老上常常免利我們說 大慈就是給予眾生幸福快樂 大悲呢就是拔除眾生的痛苦煩惱 這也就是我們老上 務工長老 他來專宏的觀音法門 海明寺的開山就是上衛下民老和尚 第二代住室呢就是我們開山監院 上廬下道 廬到法師 第一個當時就身體不好 三層又帶這個威風 那時候就是我如果受害了 觀音室受害了 樓上我的理事夫聽到說我去開山監院 他做我的理事夫而已 去開山監院 天有多高高高高 我告訴我 我告訴我 老老師父 你很慈悲 我只有一個家族而已 來看我 他說 孤獨 你出生了 要做情願 要情願 你到觀音室 來情願 休息 這樣 我發得很感動 我發得很感動 廣元長老他所提的字 廣元長老跟我們老婆上的姻緣非常深厚 我們開辦佛學院的時候 就請廣元長老來這邊 來擔任這個佛學院的老師 因為地緣的關係 經常我們老婆上會請廣元長老 來海明寺這邊來跟我們開示 我們紀念堂目前這個建築物 包括兩邊的這個廂房 在牢上在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建設完成了 當時牢上建設這個地方 也就是希望說一方面也給他 他年紀大的時候 有個地方可以安養 同時我們常住深重年長的地方 也可以到這個寧院這邊來做安養 但是後來老婆上 一直沒有來這個地方使用 他還是比較習慣 住在他原來住的這個鄉房 在老婆上園級之後 我們就依照老婆上的遺囑 他老婆上吩咐我們要用做鋼的方式 事實上他做鋼的鋼 他在二十年前 他就自己都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老婆上園級之後 我們就依照他的遺囑來做鋼 上廣下園長老 廣元長老來給我們指導 來給我們指導 所以我們廣元長老就知道我們 完成了這個做鋼的程序 那廣老能夠指導我們來做鋼 也是跟慈堂菩薩有關 當年 烏公老婆上就帶著 比較年輕的廣元法師 來參與這個戲子 我們台灣第一位 肉身菩薩 慈堂菩薩的一個做鋼 所以老婆上有這樣的經驗 廣元長老也在旁邊熏悉 所以老婆上做鋼 也就由廣元長老來給我們指導 我們完成了這個做鋼的儀式 這個開山紀念堂 它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老婆上做鋼前面有這尊蠟像 這個蠟像是老婆上在九十松獸的時候 他有個弟子很發心 他做了一尊蠟像 來供養我們老婆上 所以這個蠟像 我們就共同在老婆上坐鋼前面 紀念堂兩邊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由我們以前副總統 他所親自寫的墨寶 親自錶好送過來的 在我的左邊 就是撥了波羅蜜豆心經 那老婆上元紀之後 這個我們以前副總統 他也親自寫的 《嫩言經》 這個《觀世音不察》 《雲通章》 前段跟最後末段的一個金鑰 他寫成這麼一段文 也是寫好之後 親自錶好送過來 在老婆上元紀之後 一年我們又特別請善導士 就現在世界回教生協會的會長 姚中長老寫的一個老上的 一身的行儀的一個碑名 文字也是請廣言長老 他弄毛鼻子寫的 這是在老上元紀之後 我們又舉行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悲名落成的一個儀式 那因為老上的悲願 他 他有講過 若有眾生 與我鋼前 以大悲水 誠心祈求必滿祈願 所以我們 依照老上這個遺囑 我們做好鋼 我們安放在這個開餐紀念堂 我們每個禮拜六的上午九點鐘 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虔誠的禮拜大悲善 從元紀之後一直到現在 我們可以說都沒有間斷 所以我們一直來奉行老上這個 專修觀音法門 這樣一個精神來跟眾生接約 所以老上常說 我們要孝解觀世音菩薩 這個大慈大悲的精神 大慈給予眾生幸福快樂 大悲拔主眾生的痛苦煩惱 就是我們以這個 將心比心菩薩心 所以我們這個 觀音法門 就是內觀自在 十方圓民 外觀是因 尋身救苦 自從墨學的 回到自己的家鄉 擔任海明寺的助詞 之後 我們在第二年 就推行這個 這個遶境祈安的活動 結合了 鎮南宮千歲廟 還有我們 施工所 現在的區工所 來推行這個 樹林之美新村家靈華燈會 這個燈會 這個燈會 也已經 從三陽開太 繞境祈安 到今年 扭轉乾坤 福田新根 整整有十九年的一個歷史 透過藝術 跟眾生 跟大家有更親切的一個結合 結合 那將來 我們海明寺呢 可以的教育文化慈善 這個方面 老和尚也不斷的 在各個 不管是佛教所 創辦的大學 幾乎每一所大學 他也曾經 開捐一千萬以上 所以將來這個 教育的工作 跟慈善文化的工作 我們還是依序 老和尚過去所做的精神 能夠再繼續往前 甚至我們希望 再加以花樣壯大 那因為也經過將近三十年的歷史 所以後來我們在整修這個大殿 這個補強當中 發覺某些結構 還是需要再加以強固 那我們希望說 未來大殿能夠走向一個 具有美術館跟博物館 那樣性質的那樣功能的一個大殿 同時當然最重要還是 大家可以來這邊 禮佛拜佛禮燦 中京莊嚴的一個道場 就變成一個比較多功能的一個大殿 那因為藉著這個機會 我們做一個整個加強結構 將近要花兩年的時間 希望未來海明士 會這個大殿會越來越莊嚴 那我們每一年 都舉辦這個水路大法會 應該在今年的年底就可以來推展 但是一個大殿的一個整修 需要相當多的一個經費跟資源 我們也很盼望 使王善信 我們的水起來發心 來讓這座 然後讓心情耕耘的 這個觀音菩薩的一個道場 能夠更加的莊嚴 好